最後的話 這個範例至少你一定要學會第一個 就是所謂的如何建立一個串列 然後再用回圈的方式把串列裡面的資料讀取出來 做後續的處理 然後並且把那個檔案可以把它存檔起來 不過剛剛的練習這個資料比較少 所以再來我們要處理一個稍微量比較大一點的資料 比如說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資料是會員資料 在雲端上面的第五頁 請各位先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裡底下的資料幫我鎖動做一下 就是把這個資料把它選起來 然後先Ctrl C 一下 Ctrl C 之後 然後再到哪裡呢 再到一樣剛剛的你們的那個根目錄 我是C疊的底線GPT這個目錄 按右鍵新 一樣 按右鍵新增一個剛剛的動作 新增一個文字 這個文字文件 然後它的檔名叫Member Member是會員 member.tst的一個檔案 然後並且把它打開來 然後把剛剛複製的東西貼到上面就可以了 貼上 好 這樣就OK了 最後貼上之後把它存檔一下 儲存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在根目錄底下 要先有這個檔 那我們要做練習 練習什麼 第一個 請你幫我把這一個檔案的資料 讀取之後 然後在Python 輸出 OK 不過我要特別注意 要注意一點 這個資料比較特殊 哪邊特殊 因為它的來源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們剛剛Ctrl C 有沒有 是在Google的雲端上面 這個是Google的 那特別是Google的資料編碼方式 跟微軟的不一樣 所以它貼過來之後 當然你看一定是感覺 老師沒有不一樣 我都看得懂 沒有亂碼 但是如果你假設 把它做個檔案裡面有個令存心 令存 有沒有令存微 你會發現 它的編碼方式 就會變成UTF-8 也就是說 當然你們以後可以觀察 我們剛剛的那個預設是ANSI OK 那怎麼會知道是ANSI UTF-8把它取消 你可以開剛剛那個檔 比如說開ENG 有沒有 然後你把它令存 你會發現 它這個應該是叫什麼 這也是UTF-8 看一下 它現在 這個打開 令存一下 這個就ANSI 那理論上 如果是微軟預設存檔的格式 應該是說Windows 因為Windows就微軟的 它預設就會用ANSI 可是如果是非微軟陣營的話 都會用UTF-8 所以應該可以概括一下 就是說如果是非微軟的 都是這個UTF-8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用剛剛的方式來開檔 它會出現錯誤 什麼錯誤 因為預設沒有編碼方式 就是ANSI 在Python裡面的編碼的一個參數名稱 它叫做CP950 那CP950其實指的就是ANSI 只是那個名稱不一樣 它叫這個 它叫這個 指的是一樣的東西 好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第一個 我們假設要練習 我希望第一個動作 請你幫我把Member裡面所有的資料 通通讀取到Python 就這樣而已 那怎麼讀 應該會吧 OK 如果你用剛剛的方法來讀讀看 比如說開一個新的 然後把這個 我們放大一下 很簡單 F等於Open 括弧 檔名給它 叫Member.tst 然後後面加一個Do.r 意思說我要讀 那幫我讀到哪裡呢 讀到我們的這個控制材這邊 那就print了就好了嘛 就F點什麼 點read 有沒有 這個 這樣就OK了 它就幫你讀了 所以寫非常簡單 很直覺吧 我覺得這個沒有特別需要背 然後你把它print一下 但問題來了 就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的編碼方式是ANSI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UT28 會有問題 什麼問題 它會出現這個錯誤 叫unicode decode L 有沒有 因為它跟你講說 我預設的是CP9 也就是ANSI 它說我預設是ANSI 但是你卻給我一個不是ANSI的格式 所以它意思說 那請問一下你要不要更改一下 你的編碼方式 因為它預設是ANSI 出錯嘛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正確的話 記得在這個地方增加一個第三個參數 那參數的名稱 它的名稱叫做那個什麼呢 就是一個編碼方式 就是這一個 叫encoding 有沒有 encoding這一個 所以你逗點一下 其實它會出現這個名稱 就是給它一個參數名稱 encoding等於 然後後面加UTF1-8就好了 所以這個如果你假設怕會拼 不過好像我印象中你逗點之後 如果我怕會拼錯字的話 然後encoding 可能就是看一下 或者是說你大概打一個enc 它會跳這個說明 你也可以把它點兩下 然後後面的話記得不是刮弧 後面是雙引號 裡面的話就放什麼 UTF8 UTF1-8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在那個編碼方式裡面 然後它就知道說 我剛剛貼上那個Member是從Google來的 所以資料有編碼方式是有改的 所以你幫我用這個方式開啟檔案 看看好不好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print了出來的結果就OK了 有沒有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你們要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要開檔的話 假設你看到那個什麼 Unicode這個Air的話 那表示是編碼方式的問題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假設不想加的話怎麼辦 很簡單 如果你不想加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Member.tsd這個檔 有沒有 把它另存新檔的時候 改成ANSi再存檔 也就是說呢 把它存成微軟的編碼方式 那這樣子就不用加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目前看到比較 大概基本上就是兩個啦 一個NSi 一個是UTF8 好像其他都很少出現 所以你也可以視為 是微軟陣營跟非微軟陣營之間的一個差異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不同意一下 這誰統一誰都不知道 而且像之前好像Google股價比較高 可是最近因為微軟加了Charge B之後 哇 它股價又暴漲 然後當然Google也不視落 所以他可能也會再來推一個AI東西 所以可能兩邊在互相進行 所以你說誰比較那個 誰也不讓誰 所以這個統一不可能 一定是最後是你要記得 哪一個該用哪一個就對了 這個目前不可能有固定的 所以記得非微軟的 所以非微軟基本上就是像Apple的 像Linux都UTF8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已經把檔案開起來了 可是後面如果我希望做個變動 我會跟你講說 我不要50個會員通關都讀進來 我只需要讀到的是 第一個會員到第10個會員的資料就好了 或者我可能需要第11個會員 到第20個會員的資料就好了 我不要這麼多 我只要50個會員裡面的 滿個範圍的資料的話 那怎麼辦 跟各位講 這個時候你就不能用Read的方法 因為Read是整個讀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可能需要再學另外一個 F點的嗎 叫Read 你看後面Read還有好幾個 Readize 什麼意思呢 他就是一列放一個串列的位置 一列放一個 所以如果假設用Readize 你把它print出來 你會發現 他就等於是把資料塞到一個串列裡面 有沒有 你會發現他就是中瓜糊 然後第一筆資料在這裡 第二筆資料在這裡 第三筆 一直到第50筆 後面就中瓜糊結束 那如果是一個串列的話 那就可以針對哪個串列的範圍去抓資料 OK 所以可以把Read改成叫Readize 不要叫用Readize Lize的話是一行 你要多行一定是加S 他就會幫你把它讀到一個串列 又是串列了 所以你會發現針對這個串列處理 問題就解決了 那只是說怎麼處理 可以思考一下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下午再來看好了 OK 先中午休息一下 下午再繼續